法委員會 法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對行政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今天繼續進行個人質詢經濟組織尋答 第一位請趙委員天林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院長 請來院長 趙委員你早 院長早安 就是有幾個問題跟您作救教 來親指教 �請在做這個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 不管是要戰要和要談判還是如何 當然台灣都必須省省異應 在過程當中 我們站在高雄角度來講 跟您報告幾個數字 就是說我們高雄市的這個二級產業 包括製造業、營造業、電力業 占營利、事業、銷售總額的五成以上 所以我們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業城市 那在這其中呢 我們總體營利、事業、銷售額4.1兆裡面 金屬產業其實就占了17% 那金屬產業的17%呢 總共大概就是高達了7000億元 那如果再加上我們整個 就是金屬佔造製造業的比例 如果單純就製造業的話 就高達40.2% 所以它是一個很高的比例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對於川普對中國所苛增關稅 的這樣的一個提高 而我們對於這個其他的這個豁免的部分 並沒有加入的話 那尤其是我們發現說南韓 他的這個豁免的這樣的一個蘇美重稅 已經被排除 已經得到豁免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競爭力 會陷於很不利的狀態 但我們也有觀察到就是說 您已經委派這個鄧正宗政委 要去前往去進行進一步的溝通 那這溝通也包括說有沒有要區分 有沒有使用到中國大陸原料 等等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可不可以請您再仔細說明一下 因為這對於高雄的這個金屬產業來講 影響都相當的直接 目前的進度會是如何 是 感謝趙委員的關心 目前美國對中國祭出這個301的這個條款 另外在之前對全世界的這個鋼鋁要提高關稅 我們目的不管是直接對中國的301 或者是對全世界的鋼鋁的課稅 目的都是為了中國 所以這一波我們鄧正宗政委前往美國之後 帶回來的消息是 美國非常清楚的要求台灣去釐清 消往中國的鋼鐵到底含有多少 中國進口的鋼鐵的成分 就是含中成分到底有多少 它目的不是對台灣 它目的是要避免中國鋼鐵過度生產 然後透過各種形式 消到美國 對美國的經濟產生影響 所以如果我們有辦法釐清的話 然後並做一些承諾改善 那我們是積極的爭取 第二階段我們可以進入貨品的名單 是 那這個其中當然也要釐清 我們自己本身的業者到底有多少 是使用來自於這個中國大陸的原料 那這代表意味著 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被貨品 或他可能必須要採取其他的原料的這個做法 那也請把這個配套先行準備好 就讓我們台灣的業者方可以先做營運 是 目前的確是朝這個方向做 包括中鋼 包括我們台灣的業者 我們在這一兩個禮拜裡面 會進一步的去大家進行座談 看看怎麼樣來共同應應這個事情 是 這樣的使用中國大陸原料的 我們的鋼鐵業者算多嗎 這部分詳細的數字看 審部長跟您報告 大概以目前來說的話 大概我們昨天我們也請我們那個貿易局 洋局長跟工業局理局長 來跟我們廠商去進一步了解 那了解了以後我們掌握了以後 我們要來看看我們現在譬如說用替代的料源 譬如說用中鋼料或者甚至於我們台售在越南的鋼料 那我們來協助它來轉移 所以目前還在統計中 對 是 我目前從中國進口的鋼鋁原料進到台灣來 這部分後續經濟部會統計完之後 包括因應之道會跟社會大眾報告 因為這都在跟時間賽跑 所以這個有進一步的資料請盡量透明跟對外說明 那再來我們現在看到的幾張圖片 這就是當然我們剛結束的一場初選 所以我們在菜市場 高雄菜市場 我突然發現說這個孩子的呼吸道 在菜市場裡面剛好跟機車的排煙管其實是同一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拍到的照片還是只有小朋友的 那其實呢 如果有看到是一些老人家 他其實行動不便 被家人或外勞在推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跟小朋友的也是差不多位置 因為都是坐著推輪椅出來 那我們在高雄也好 其實我發現在很多地方的菜市場 我們台灣人很加意 自動車站進去菜市場買東西 那代數就是買東西的過程中都 自動車賣的社會 買到這裡離開方便嘛 那所以呢 整個包括賣菜的 包括買菜的 包括陪同去的家人 特別是呼吸敏感族群 影響真的蠻大的 那所以我們就對於這個院長您提出的 這個2040禁售燃油車 期待就相當高了 那期待相當高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有觀察到 過去空污的比例在國民黨的時代裡面 用的是比較寬鬆的PSI 所以大家沒有感受到那麼大的壓力 現在改成AQI 這個確實是蔡英文總統上任後 的一個非常大的變革 進展 那但是大家的壓力當然很大 同時對於改革期待就比較深 所以我在這邊要具體請教您就是說 2040看起來很久 可是距離現在也不過是22年 中間當然我們不能 講了一個那麼遠的騎乘 中間應該還有不同的騎乘 所以我在這邊具體請教您的就是說 不管是汽車 機車 或者其他的相關的公車公務車輛 你們的具體騎乘到底是什麼 我們相關的配套措施 到底我們能不能像先進國家之力一樣 我們真的可以告別 像我們剛剛講的圖片裡面一樣 就是說大量的燃油車輛 所造成的空污的問題 造成國人身體健康的影響的部分 你們的騎乘到底是什麼 是 感謝趙委員 空污是目前國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 那行政院不僅僅修改空污法 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我們也提出了行動方案 那麼另外我們也用交通政策 就是電動化或是非燃油的這個能源 這樣的方向來解決空污的問題 順便推動台灣產業的發展 那我們是有明確的騎乘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2030年公務車 一律要改為非燃油的 第二個2035年就是機車 2040年就是汽車 那我們這樣的騎乘 其實並沒有比國際 有一些國家或城市要來得早 並沒有 主要是我們想要讓我們的產業 能夠帶動得起來 那我相信第一步會比較困難 一旦有這個基礎之後 後續應該會更快 所以在我看來 即便是訂2040或2035 分別對汽車跟機車 那有機會速度還會更快 特別您提到2030是公務車輛 2030是公務車 就是相關的公務公共財 政府所使用的公務車 那當然也包括汽機車嘛對不對 對 就是只要是政府使用的 對 這個方向是很正確 就是政府率先先做 然後讓一般的民眾 會覺得政府都做了 而且政府在做的同時 一定會把相關電動車 被配套的停車啦 充換電啦 相關的設施 也都做相關的準備 是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帶有一個請求就是說 希望有幾個示範城市 譬如說原本摩托車 就比較多的城市 新北啦 高雄啦 這是比較多的城市 或許可以給予更多的支持 讓他們搞不好在泰幻的 這個意願上 或者比率上 甚至是相關配套措施上 如果沒有辦法一口氣 全國都做 那或許的加碼的支持跟補助 讓原本最污染的地方 變成的是 反而最聰明最乾淨的地方 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目前我們示範的城市 一開始是先從澎湖開始的 澎湖我們希望它都能夠用這個電動車 當然剛剛趙委員所指教的高雄或是新北 摩托車比較多的地方 也應該列為示範優先的城市 這個我會請經濟部來考量 謝謝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提醒 我長期一直關注的輕能發電的這個部分 輕能源其實是 看起來已經不是一個學術名詞 它其實已經在日本 包括在德國 他們其實都已經變成是一個量產 而且在使用 那它也不只是輕能車輛 它其實在一般的家戶 甚至工業區 都已經進行了很多的使用 只是現在的價格可能比較貴 還沒有到達了完全普及的情況 可是日本2020年的東京奧運 他們已經發下豪雨 他們要把它變成了 整個東京就變成輕能城市 所以很快的 在我們很多的國人去日本東京 可能看奧運的時候 他就會深刻的感受到 日本已經進步到那樣的一個水平 那日本呢 剛才如同您講 2040年要完全的電動化 日本是已經號稱說 他們2040年就要實現輕能社會 所以就是說 他們的豪雨 其實好像又有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他們不僅要電動 而且他們的電動是輕能源這樣子 那在台灣的部分呢 經濟部當然也做了一些努力 包括去調研一些標準 有哪些不友善於輕能的啦 包括說怎麼樣去協助我們的業者 在這個輕能源上面 我們也趕快加快腳步 甚至跟國際社會分工鏈結合在一起 這是經濟部有努力的 要肯定 但是我還是覺得 對於這樣的一個進度也好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 對這件事情的看見跟努力還是不夠 感覺到好像還是比較仰賴在傳統的 我們這些綠能所聽到的水力啦 風力啦這些的部分 對輕能源好像還是認為 它是一個 並不是很適合台灣發展的一個方向 所以在這邊可不可以請院長持續關切這個情況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跟趙遠報告 我們剛剛是講 之所以沒有講說電動汽車或電動機車 而是講非燃油的這個機車跟汽車 主要就是要含吶包括輕能源在內的其他形式的人員 那第二個呢就是台灣的廢青啦 所生產工業所生產出來的廢青 就足以來供應這個摩托車 台灣的摩托車 那目前呢 我們行政院包括經濟部包括所屬的單位 也有積極的跟台灣的 現在也有幾家用輕能源當作機車的動力 也跟他在了解怎麼樣讓他規格化 怎麼樣協助他能夠規模化 這個我們都在做 那過去呢台灣都是眼睛怕耳 認真非常認真在做自己的這個工作 那可能都是接外國的訂單 比較少是做屬於台灣這個整個整體國家發展需求的這個產業 但這個會是其中一項 那我對台灣的產業是甚至信心啦 我們只要給他一個給社會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協助這些產業能夠升級 跟著國家的方向來推動的話 我相信他們越做越好 那這個輕能源的機車或是汽車 會是其中一部分 那如果這個做成之後 我相信後續我們要去推動 像日本這種輕社會 我相信應該是有可能的 謝謝我想這真的是一個趨勢 未來如果工業區變成循環經濟利用 廢清清成自己的發電 某種程度也可以解決一部分 我們用電上面的一個困難 那最後有兩個工業區的問題 包括加工出口區的問題 要跟你請命啦 第一個就是男子加工出口區 我們在請益之旅的時候就深刻的發現說 大家都說景氣不好 說高雄蕭條 可是我們其實是充滿了發展的動能 但是就沒有土地 那所以呢 加工出口區現在都一直希望能夠增加容積率啦 向上發展 但是要繳帶金 它的成本會增加 所以他們都一直有在建議說 現在整個重有五輕的那個 未受污染的70公頃宿舍區的土地 是不是有兩種做法 市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希望能夠爭取 新材料循環經濟產業研發專區 跟材料國際學院 這個是我想菊姐的團隊規劃 當然我們是全力支持啦 但是他可以用的空間一定也是有限 所以我們甚至 男子加工出口區都告訴我們說 能夠全部撥給他們最好 因為總共100公頃的男子加工出口區 再增加70公頃 他們有信心啦 很短暫的一兩年年 就可以招商引資完畢 那即便有這個材料園區 或者是這個專區進駐 他們說那沒關係 你沒想到給我30公圈也可以 我可以立刻把它招商引資完畢 也就是說現在高雄的經濟發展 不是沒有動能 而是沒有土地 那院長是在找土地這一塊 是展現了您很大的魄力 所以有沒有可以去研議一下 就是五清的土地 跟男子加工出口區 這種合作的關係 好 那這部分我先請 舍部長跟你報告 謝謝 好 委員關心的部分 確實是以目前 男子加工出口區的部分 大概現在如果在投租的話 只剩下兩塊地 因為他大概每一年都一直在擴廠 那現在他也要求 希望再找新的地給他 未來會帶動兩萬五千人的就業機會 那這部分我們在協調 就是所謂的中有五清那個基地 那這個基地呢 我們現在是在跟我們後進的鄉親在溝通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部分呢 他們現在比較迫切需要的就是 新材料專輯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來跟我們的 後進鄉親溝通 讓他們了解 會帶來經濟的發展 帶來就業機會 我們會來努力 好 這個現在的加工出口區 已經不是以前的加工出口區 它有點高科技 低污染 這個要進一步的說明新的這個產業 那最後當然時間的關係 但是我要提一下 那個就是人大工業區啦 那個趙偉我給你補充一個 趙偉我給你補充一個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容積率增加 我們大概四月份就可以公告了 如果新建或是改建 符合條件可以增加1.5倍 那真的是個好消息坦白說 那再來 人大工業區的107大縣 今年就到了 那它接下來它就不能夠生產 它就降編為一種工業區 可是我們的2040天海計畫 現在遙遙無期 天海造路計畫 所以它那裡就會變成何去何從 因為時間沒有辦法再讓您回答 請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它會造成很大量的 這個可能是產業的衝擊 失業的問題 所以請特別注意它的配套 好 謝謝趙委員 謝謝 謝謝 接著請賴瑞隆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賴委員長 賴委員長 我想首先 最近我認為那個美中台之間的 有很多重大的一些變化 所以因為前兩 前陣子 上禮拜跟陳菊市長到美國去做參訪 那其實我觀察到 其實在陳菊市長在3月20號 在CSIS的演講 其實得到了相當高的關注 包括AIT主席莫劍等等很多重要的 美方重要的人士幾乎是全程聆聽 包括交換了相關的一些意見 那CSIS在這幾年 其實有非常多重要的 國際的人士去參訪或演講 包括參議員總統 包括陳菊市長 包括賴院長 也曾經前往這個CSIS 那除了這個點以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一次這個陳菊市長 跟美國國務院的亞太助卿 這個董雲長 Susan 也見了面 而且當天其實蠻特別是 當天下了大學 其實華盛頓是停班停課 但是Susan還是趕到了 趕過來帶著他的相關的 主要的主管 來過來交換意見 那最後還在Twitter上面發布 這個也是非常罕見的 在Twitter上面發布了 這個他們見面的畫面 照片 同時間還推崇了陳菊市長是 民主的捍衛者 那過去賴院長 你也曾經到過這個CSIS 也到過華府 你怎麼看待這樣的 台美關係的發展 是 感謝賴委員 也很欽佩菊姐 這一次的外交的訪問非常成功 對促進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也有很大的幫助 這幾年來 一方面是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 不管是中國在東海、南海擴軍 又或者是最近習近平 把這個任期取消 在民主的進程上面是倒退 也引起西方很大的疑慮 那第二個是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 一年三千多億 也讓美國最近已經採取的行動 這是一個國際的局勢 另外我們也看到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不斷的在增進 除了台灣旅行法以外 國權授權法案 甚至於你剛剛提到了 這個互助親 特別冒著風雪 來跟菊姐見面 這些具體的行動 都足以證明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其實是相當穩固的 那我認為 我們也應該要持續加強 兩國雙邊的關係 不管是外交、國防的合作 甚至於經貿的合作 這對台灣長期而言的話 這是我們應該要走的路 剛剛院長也有提到 其實台語法的 從一月份的在參眾兩院通過 到了三月份的時候 這個川普總統直接簽署 他當然也可以放著他 直接通過他簽署 所以我覺得那個意義上是相當大 那今天這個 眾院的外委會主席 羅伊斯也到了台灣 今天也跟總統見面 院長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他說的 是 我們非常感謝Ed Royce 他真的是台灣的好朋友 長期以來 相當支持台灣 不管是在國防 在外交 甚至任何台美之間的議題上 他都為台灣仗義之言 那麼對於這樣一個好朋友 最近又是 可以說在國會重要的推手 才有辦法讓台灣旅行法通過 所以今天能夠播空來到台灣 我代表行政院 在國會這個地方 應那位議員的質詢 我公開跟Ed Royce 美國這個眾議員 表達最大的感激 謝謝賴院長 我想這個確實 這個美方的友人 對我們這麼的友善 給台灣更多的國際空間 我想這個政府都應該全力的來感謝他 也支持他 那其實除了這個最近 這個台北法等等之外 其實 中國其實很多的措施也都 異應在發生 不管是M503 包括遼寧艦繞台 甚至於對台的這三星項政策 等等 包括甚至最近的這個 美中的貿易戰 這些都在進行當中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對於美中台現在三角 這樣的關係的發展 包括台美關係 包括兩岸關係之間的發展 院長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是 就是說 對於美國跟中國之間的貿易大戰 一觸即發 台灣 我們應該抱持密切關注的態度 並且做好應應對策 在第一時間 蔡英文總統已經在湖裡面 召開相關的會議 並且也已經做出了指示 台灣在應應這一波 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台灣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那這一部分 行政院也已經召開相關跨部會的會議 在執行 就是因應這個新的局勢 並且在總統的指示的方向上面 我們如何踏實的來落實 這些重大的政策 那麼將這個台 將美中的貿易大戰 對台灣的影響降到最低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想藉此 能夠 能夠得到對台灣有利的事情 好比我們過去長久以來 都希望 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那如果說美國跟中國之間的貿易大戰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那勢必會讓台商 這個離開中國 到可能到美國 又可能到東南亞 其他國家 甚至回到台灣來 那這個除了我們 要做好這個準備 迎接台商 有機會回到台灣來以外 那其實 即便他是 經過選擇 包括這個關稅的問題 區域經濟關稅的問題 他選擇了 美國或是東南亞 或是其他的國家 那至少呢 也會造成 這個分散台灣 投資的風險這樣的效果 那另外呢 也有可能 我們也密切注意 有一些產業 對台灣不是造成影響很大了 好比說精密機械 因為精密機械 台灣的精密機械 多數都是銷往美國或其他的國家 那在中國的精密機械的這個台商 它主要是著眼於中國的這個市場 那這一部分呢 對 就是說 301對台灣的精密機械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如果說 這個精密機械 後續中國的這個業者 沒有辦法消亡美國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 讓台灣的精密機械業者 可以接到這個訂單 那其他的行業也是一樣 包括半導體 包括其他也是一樣 我們都密切密切關注了 因為他現在項目還沒有公佈 那實際情形 執行的情形也還沒有發佈 所以呢 我們大概做好各種準備 秉持蔡英文總統的指示 做好各種準備 跟業界 大家共同合作 然後應應中美貿易 貿易這個對抗的這個影響 我想是啦 這個對於台灣來說 其實也充滿著威脅 但也充滿著挑戰 確實有相當的多的 那就看我們的政府 怎麼去做好的因應跟準備 那我想特別提的是 其實這次在美國期間 也剛好遇到鄧正宗政委 他也率團去華府訪問 那剛好給機會 在那邊跟業者們碰了面 我們這鋼鐵業者 那他們非常憂心 他們也非常的擔心 那我知道回來之後 其實鄧正委有跟院長做了報告 那我想要請教院長的事 這接下來的時候 因為四月底是最後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期限 那接下來 在四月初 會不會再次派團前往 美國華府訪問再行溝通 那您爭取在四月底 能夠納入這個豁免的國家 是 跟奈委員報告 不管是美國對中國技術301 又或者是對全球 鋼鐵業者提高關稅 其實台灣都應該要沉著因應 就是要沉著因應 然後做好每一項措施 那我相信呢 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 也是台灣的一個轉變的契機 我們將傷害影響降到最低 那我們也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注意 院長說我們還會再派團 前往美國再去做溝通嗎 會 我們 預計什麼時候 還會再去 就是說我們這趟鄧政委回來 會跟業界大家再進一步溝通 因為美國所傳達了一個 非常明確的訊息 就是想要了解 到底台灣 消往美國的這個鋼鋁啊 到底含有多少中國 中國的原料 對 原料的這個成分 就含中成分到底有多少 那我們必須要明確 有一個數字給美國 那麼同時呢 我們的因應之道是什麼 因為美國不是針對台灣 也不是針對其他的國家 它主要是針對 中國生產過剩的鋼跟鋁 藉由消往其他的國家的這個方式 再消往美國 對美國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好 謝謝 那再來是 其實院長在去年上任之後的這個 軍公教調薪3%這個 其實我認為是相當重要政策 改善台灣的第一薪 同時讓我們的薪資結構改變 但是在泛工股的部分 其實除了中鋼蛋表現不錯 就有了解 這個今年3月28號 應該有機會來通過3.5%的調薪案 但是台船跟唐榮 大概都遇到了最近的一些發展上的瓶頸 所以像台船連續兩年都沒有做調薪 今年也預估也不會調 而唐榮只有去年努力的爭取 有調了2.3% 但是今年可能也是不會調 院長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於泛官股的這部分 南部其實這個低薪的問題更加嚴重 那我認為在工業城市 在低處的基線應該 這個勞工的階段 應該鼓勵爭取他們的調薪 來帶動整個城市的行資的上揚 不知道院長的看法 是 這一點要感謝廖委員 對於軍工教加薪3%的支持 後續呢 私人企業的跟進 也算相當正面 包括各種人力銀行的調查 有調查到百分之五十幾 也有調查到六十幾 七十幾的私人企業 有跟進政府的這一項加薪措施 第二個同樣的 政府所屬的公營機構 當然也不能夠例外 但是也沒有辦法說全面 特別是像台船 它本身還在虧損 你硬要它加薪 恐怕它也不一定有這個經費 否則的話呢 我們希望相關的公營事業 除非公司情況特殊 否則的話我們都希望能夠加薪3%以上 院長這個還是希望你能夠大力的鼓勵 因為確實那個結構有時候是大環境的結構 我們當然知道公司沒有賺錢其實辛苦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積極的鼓勵 讓這些員工們他們 這有再有機會改變 不然在整個南部的工業的製造業 這一塊確實會相當的辛苦 那我認為要改善其實這些販工股的 其實都是當地的重要的龍頭產業 他們如果調的話 其實民間的企業更著帶動 才會產生更大的效果 我希望這塊院長能夠再繼續鼓勵他們 是 那再來接下來我想要請教一下 大領埔千村這個也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去年林全院長 前年林全院長跟陳瑜市長都到了大領埔去 也代表政府做了道歉 那事實上這邊還有超過800支的煙囪在這邊 事實上千村大概是政府的既定方向 那原先預定是在4月底的時候要報計畫到院裡面了 那不知道現在的進度是如何 那院長能夠加速他的完成嗎 是 跟賴委員報告 就是說大領埔千村之前林全院長有到當地 跟陳瑜市長公開面對市民 那麼也做出承諾 那政府的政策是延續的 那現在這一項大領埔千村已經是以行政院的既定政策 那我們也請張景森政委督導相關的部會去進行這樣的措施 那目前的進度我請審部長簡單跟你報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上次我們這個高雄市政府經濟部 我們一起都有到還有交通部 都有到這個政委辦公室去協調 協調完以後我們再更改 把他修正這些計畫修正完 我們再送到國外會去 那應該很快 那部長預定什麼時候送到院長這邊來核定 相關的計畫 我們現在大概我們是大概兩個禮拜 我們把它整理好以後 所以有機會在4月底前送上來 儘快儘快 儘快 因為我們再把它修正完 院長這個既定期程 原先是預定4月底前來核定這個重大的一個 那希望院長再關心一下這個進度 能夠如期來完成 是之前我接到的訊息是因為地價 地價的這個評定 高雄市政府評定市有的地價是價格比較高 那評定這個工有的國營事業的土地價格比較低 差距過大 所以如果我想如果這部分有辦法謎品的話 有辦法釐清啦 我相信速度應該會很快 好 謝謝了 再請院長幫我們交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我想要請教的是 其實南北的差距我想院長來自於南部其實相當清楚 那我們努力的希望縮減南北的一個差距 那現在其實除了海委會4月份在高雄成立以外 其實現在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中油已經實質的設置在高雄南紙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漁業署 他原來就設在在之前民進黨執政時代 就已經簽到了這個前鎮漁港 在我們高雄的前鎮 那但是後來人員陸續又搬遷回到台北 那我想要請院長是不是能夠繼續大力的支持 讓這個中油跟讓漁業署能夠實質的進駐到南部 進駐到他原來所在的部本部的位置 然後帶動當地的不管是產業或各方面的一些發展 這一部分因為我還沒有掌握 我來瞭解一下中油的這個情況 余悅署我知道啦 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這個辦公室就曾經一度南遷到高雄 他設本部 署本部在高雄 我請林主委跟你說明一下 好 來 謝謝大委員 我想在委員會的時候我也跟委員報告了 我們在過去當然有這樣的一個轉折 不過我們現在政策也已經非常確定了 我已經要求黃署長對於我們在整個運作上面 應該來做一個總體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而且要實質的這個總部就設在這個新達港 我想在整個園區的這個 前鎮渝港 對 在前鎮渝港那邊 再把它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建制 謝謝 接著請陳超明委員質詢 可以請我亦名鈔 指西 指西 各位列席的官員大家好 首先有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泃 Bible 策文長 陳緯委員 您早 廊院長 早 廊院長 我首先 談家鄉事 就是苗栗縣的事情 請陳緯委員 指教 我一直管你統籌分配管 我有很大的意見 是 那苗栗縣上角中央 如假設 100 塊 才拿回 48 塊 那一样的五级县市里面 屏东县脚100块拿回136块 那嘉义县脚中央100块拿了264块 那这里面表示苗栗县非常地混沌 非常地努力 每年的税收都在一个成长之中 但是它上脚中央所分配来的款项 非常的少 所以十分的母历没有半分的回馈 当然我没有做PowerPoint的出来 但是这个实际的情形要让赖院长晓得 赖院长也到苗栗下乡去参访 您也非常了解苗栗的情形 我也希望你不要有蓝栗之分 切切实实 苗栗县这几年是非常母历 它的母历并没有得到它应该的回馈跟收获 只是因为财政搜索化部分法的不公平 尤其现在我们税收又都增加了很多 我再特别拜托我们赖院长 在统筹分配款在分配的时候 能多多的照顾苗栗县 让真正母历很穷的孩子 但是在分动里面替国家争取了中央的税收 但是分配的很少 这边我希望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是 陈委员感谢你 这个统筹分配税法并 财政收支发文法 里面的统筹分配税 虽然不是民进党所制定 不过这确实有其必要 我相信 那至于你说的苗栗县的这个情况 我只要100塊拿48塊 我現在還跟妳辯論這裡沒辦法 因為執行的時間這麼多 我知道 因為妳提的可能是淹酒 淹稅的問題 淹稅的問題 淹稅的嘛 你只要多分配5億 10億的時候 讓苗栗縣整個建設就會一直往前走 不然現在停滯一下 好不好 我跟陳委員報告 現在我的確是有看到飛池下市的問題 所以行政院也很積極的 想要給予飛池下市更多的經費 可以去解決地方的問題 謝謝 拜託一下 這點理念是跟你一樣的 好不好 覺得好 我們拜託一下 不然裡面好像死水一灘 好 哪裡 第二的問題 為什麼我幫妳總執行 我說妳當了院長以後 台積電本來要在我們苗栗縣直染設廠 妳這製造醫院整個都給妳看台南去 原來院長很大 六度那麼大 我有幫妳拜託 妳也叫台積電在那裏 要跟我們導師的所謂 妳去跟我說說 看得到我苗栗縣直染來投資 沒有 跟現在沒有 不會不會有有事 我會有事 當來妳會有事 我會有事 其實台積電在台南的投資 只是事先沒有公布而已 否則在我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了 她跟我跟妳說就不一樣了 我今天在國會 你刮到大 你把我唱一首歌還記得 絕對不是 我把台灣官報告 你說你後續希望台積電到 考慮到苗栗投資的部分 我為了台積電的水電 我已經分到了五人 我幾乎把它完成 你一大關一盪上 我什麼都沒有了 地方的建設就這樣分掉 我會把這個好消息給台積電 讓他們再考量 後續看他們 有沒有什麼投資可以再苗栗 希望你們大堂市的直轄市 都有在飯店 你們的城鄉差距那麼大 陳作為你不要笑 我特別拜託你 你都沒有跟我回應 好 再來我第三個問題 我請教家鄉市 講完了 那我第一個問題 請教我們院長的看法 北朝鮮金正倫到中國大陸 去訪問 你的看法是好 這部分 如果能夠促進區域的和平 這個我們都歡迎 我是覺得在台灣跟北韓 當然我們的經濟比較好 人家講軍政論是暴軍 但是我發覺它非常的靈活 它在最困苦的環境 把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這樣把它抓起來 包括南韓 看起來它如果是一個君子的話 它是雄才大 所以它在這樣環境的裡面 它能去造出一個世界的搶前 要跟它來談判 我覺得我們台灣 也是要學習這樣的地方 我現在發覺台灣兩極化非常嚴重 一邊傾向美日 一邊傾向中國大陸 所以在這邊 我今天為什麼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它不是區域的平衡發展 還有穩定都有關係 它在造就它的北韓未來要走的路 你要深入去觀察 它不是傻子 它很聰明 這個陳委員 這個中國並沒有要求北韓要接受 北韓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才准它談判 對啦 今天如果中國不設定這個前提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早在這個陳水扁總統時代 就已經翻臉交流了 我現在跟你拼一下 我現在跟你拼一下 我是跟你拼一下 是 但是我現在要先跟你說幾句話 是 他英文總統在2017年9月24日 講了一句話 現在的中國跟創黨時期 已經很不一樣 中國的結局 是現在全世界所有國家 都必須謹慎面對的歧視 情緒式的頭問 或者一滅的討論 都無法誠實 正視中國的結局和發展 這是蔡英文總統說的 第一個 立大院長在2017年的6月5日 又講 我親中愛台 台灣應該親近中國 中國也應該親近台灣 大家互相的合作 我今天是經濟執行委員 但是這個跟經濟 都是實在牽連的關係 所以 我一直很擔心的一個問題 等一下你看我執行 你就會發覺一點一點的下海 所以我現在補了台灣的前途 我把它打開一下 兩岸三立想要通 入圍早來成名通 一讀不回入不通 九二共識不搞通 台灣轉眼又要成功 我們台灣還有一句苦話題 下一張 千金買出 千金買出 萬金買出 你好好考慮你的思維 你不要說一定是統獨的發展 當然你是台灣獨立的 你自己說的 那叫什麼 工作者 但是你現在一直說台灣獨立國家 蔡英文總統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關係討論 到底是中華民國獨立 還是台灣獨立 我沒有時間給你 這裡面一定會參選 就是這個問題 好 我到一個問題 請你回答嗎 來好 感謝黨議員 其實九二共識 不應該把它當作是 兩岸交流的唯一管道 那因為今天 從媒體上也看出來 朱立倫市長在上海 他也特別提到 九二共識 有不同的含義 這代表一種 模糊曖昧的關係戰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沒有共識 表示沒有共識 我現在問 我想問我們的院長 是 台灣對大陸中國的貿易順差多少 順差 你說 順差的這個 順差 但是那個 不能夠單純看這個數據 你也不夠單純看這個 你也不是每年他們 一國都得到 經濟就 哪個 到底是 貿易順差786億 再來 台灣對美國的順差多少你知道嗎 一百多億美金 沒有 67.5億 兩邊算什麼不同 美國 沒有 單單美國 我說美國算我們對他們的貿易順差是一百多億 那我們自己算的是大概50億左右 沒有 我在關貿的資料 關貿是67.5億 台灣對日本的貿易順差你知道嗎 兩百二十億億 所以你們這次去談判 美國貿易對我們只有67.5億的勝差 你現在說我們兩邊關係 美國跟我們關係非常好 台灣是他國安的一部分 我給你談到7.5億而已 你竟然在今天新聞又出來對半導體 可能要跟美國採購 把中日韓的半導體採購減少了 還有第二次的你李綱綱我們才從美國13年 這樣會去說無情地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第一的 現在台中的網路已經出來了 現在台中的網路已經出來了 這個台灣要求 我給你賺七百幾億 那兩個家裡 都總是七百六億美金 你七百八十六億美金 去跟我美國買飛機 買飛彈來對付我中國大陸 這幹嘛你 如果中國大陸貿易制裁 你要怎麼辦 你跟日本勝差兩百一十億 你聯合日本 台灣聯合日本來對抗我中國 你不會負責大股 你了解 你這樣還可以來對付我 這個情形開始在發生地了 所以這個貿易戰 經濟戰 匯利戰 我們把國家都趕著去飛機了 我跟你說 大陸 網路怎麼寫 我覺得很有趣 說大陸啊 是這樣 無本將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國旗 我對你台灣好 你台灣把我這個心體 水果裡面 你台灣 一直跟美國在說那個關係 你無情無意 你是真心 吃心來換結晴 這樣對台灣給你下手 所以我現在要給你強調一下 如果你剛裡面的貿易談判失敗 再次的談判失敗 對你民進黨講的話 人家會打大大的懷疑 到底你的政策是對還是錯 所以在這裡 我跟你說 在這次中美貿易之戰 我希望院長 你幾年實行 不要挑釁中國大陸 說三道四 你要兩次兩將 應對美國霸權 這一山不容二虎 我們的表態 你盡量去表態 我相信這個戰爭會反而下來 而且已經在談了 但是看到我台灣的表現 一定大家會想盡辦法 你沒有從美國獲到的利益 你現在最大的利益 是在中國大陸 你來回答出一些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很嚴重 我在外交上沒有永久的敵友 只有永久的利益 現在的法高 是叫什麼 是 陳委員 我跟你說明一下 其實 中國經濟之進步 其實是受惠最多於台灣 幾十年來我們投入了資金 人才跟專業技術 那 因此呢 其實台灣對他們是有功的啦 可是 中國對台灣卻是 飛彈對著我們 在外交上面 在國際上封鎖我們 所以你剛剛講的 中國的網民所提到的那一句話 正可以寫出台灣民眾心情的寫照 他的飛彈 隨時對著台灣 他是對著日本 高空跟低空而已 沒有啦 你不要這樣說 我跟你說 不是對你台灣 你只要不要插插插 他沒有放棄 他沒有放棄武力公罵台灣 我現在憑著跟你討論兩岸問題 實在說 都要講政治本質的問題 當然啊 我現在不是說 我們一定追求台灣最大利益啦 所以你們常常這樣在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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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好 謝謝 好 謝謝主席蔡副院長 院長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請幫我請一下 請來院長 請來院長 各位委員長 院長好 先請教一個問題 哪裡 今天有一個媒體的報導說 是 我們台灣最大的內外資核資的一個車廠 叫福特六合 是 他的總裁叫朱中元先生啊 表示啊 台灣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藍領危機 也就是製造業啊 我們基礎的製造業啊 傳統製造業啊 將逐步的被掏空 台灣徹徹底底的會香港化 沒有製造業啊 舉例他們說 現在連一個修車廠要找技工 都很難找 然後呢 就香港化沒有製造業 都有服務業 然後就變成年輕人啊 每天都在罵政府 請問 你的 你現在領導的團隊 有什麼樣的方法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是現在正在做些什麼事 是 感謝菲委員 這個朱總裁所言啊 的確是台灣目前的一個問題之一 那主要是因為學用落差的問題 因為現在年輕人他念高職 好不容易念的高職 可是呢 他後來又念了科技大學 我想院長齁 你把問題點出來了 代表你還 這個您注意到了 這個學用的落差啊 從李遠哲去除啊 技職教育開始一直到現在 這是多二十多年的惡夢齁 那請問你現在如何解決這個 技職教育的問題 是 感謝菲委員 從之前馬英九總統跟蔡英文總統 兩個政府都在共同解決這個問題 包括讓高職可以免學費 就是鼓勵孩子去念高職啦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看到 目前看到就是說 即便他去念高職 可是很多高職學校的設備 跟現在的這個產業沒有辦法結合 不要說先進的 連修車的 你在 然後包括課程 馬上要到下一個學習 下一個學年度 你有什麼具體的做法嗎 有 這部分喔 教育部都有邊經費 就是去補助 學校更新實習的設備 那另外呢 我們科技部跟教育部也共同合作 那找了大學科技大學 然後去跟學校去座談 要求他們要改變他們的學程 還有教學的內容 你這些問題都很膚淺喔 因為我也長期在大學教書 是 我覺得這個事情講了很多年 也都是按照這種方式做了很多年 是 徹底的還是喔 要從根本上 人心開始開始改了 對 如果不去恢復即職教育 我 我相信 香港就是我們的一個民進 主總裁講的也絕對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每天生活在低心 沒有未來的前景 我想不要光講一些好聽的話了 當然不能苛責你太多 你剛當院長沒多久 但是要拿出一些具體的做法 給我們看啦 好不好 是 接下來我想請教你 電的問題好不好 好 請 這位叫做 詹順貴 是在2015年 他在反空污大 抗暖化的大遊行裡面 那時候他是環保律師 你看那條 橫條的黑色的字寫的 除買減碳 逐年淘汰 燃煤電廠 在當天 在隔了幾天 他又 他有一個記者會 報紙上像是寫的 PM2.5真要命 去年害死了六千人 他那時候的身份是 環保律師詹順貴 到了今年 3月14號 這個人呢 現在叫環保署的副署長 他的關鍵一跳 讓深澳電廠環品過關了 他還講說 他放棄了他的理念 他之前啊 當沒有當官之前的理念 他全部放棄了 在3月17號 事後 14號以後 您說了 這個深澳電廠是乾淨的煤 我想你 是引誘密西西比那邊的電廠 的一個英文的名詞 然後詹順貴就打你臉講說 無視捷徑的能源 這時候 因為他被罵了以後 講出跟你意見不一樣的話 其實是打你的臉 然後詹順貴也炮轟經濟部說 2025年能源路徑圖不說清楚 不發環評正式的笑函 我想那時候他已經抓狂了 他沒有那麼大 他只是一個副署長 就算他是副署長 他去阻礙 你也最多你可以把它換掉 他也不可能決定這個事情 我就是想要請問 詹順貴 到底是詹順貴律師有腦袋呢 有道理呢 有理想呢 還是詹順貴副署長 是官司還是無腦 你覺得我這樣子問 你會選擇 他是律師是有腦的 副署長是無腦的 是還是不是 這個感謝會委員 我有詳細了解 第一個我是請社會 能夠信任 環保律師 他的社會良知跟專業 第二個他 他特別講出來 他投票之後他有特別講出來 因為這是環境差異影響評估 新的案子 比原來通過那個環評 好很多 院長 我想我們長期都當過民意代表 當過那麼久 你又當過行政官員 歷練也歷練那麼久 之所以會找他去當環保署的署長 當然是因為他的理念 理念沒有衝突 當然是因為他 一個理念 在重要的關頭的時候 他放到他的理念 這個人還算是有理念嗎 我在想可能心就知別 我想請教你 是 哪裡 院長 我想請教你 大家都在說 聖澳電廠 只要火力全開以後 北台灣的人民 都是拿費 來做空氣濾清器 換電 我請問你 您知不支持 聖澳電廠的燃煤電廠 因為這個電廠做了以後 就會污染整個北台灣 我們將近一千萬人民的廢 你支持還是不支持 是 因為聖澳電廠 目前是用超超臨界 那他會用乾淨煤 並且用這個環保 環保捕抓壽司 所以他排放量會比較低 我聽我講 所以我會支持 你會支持 對 所以我會支持 你會支持 你會支持聖澳電廠 因為我剛剛有跟你報告 我想 你我都不需要去講那麼專業的話 是 我相信我們都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什麼超超臨電廠 什麼乾淨的煤 世界上有乾淨的煤 這樣子的東西嗎 我剛才講 你們也用的乾淨的煤 那個英文名詞 那是因為 原來在密西西比 要蓋一個三十億美金的電廠 他說他是乾淨的煤 就花了七十億 還是不用了 還最後燃氣 改成燃氣電廠了 你不要再給我 讓講一些文青的話 騙天下的老百姓 台灣成功了 林口電廠跟大林電廠都成功了 我把你們的話 把它做一個整理 我想現在Google一下 其實也很清楚 什麼人做過什麼事 什麼人講過什麼話 2013年2月 民進黨說 台灣產業結構改變 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外移 即使關掉核電廠也不會缺電 2014年8月 民進黨的事故說 缺電是被馬政府製造出來的伎倆 2015年8月 他在競選總統的那個階段 蔡英文說 台灣不缺電 有問題的是 人和組織 他居然那個時候還講出來 用愛發電 我不知道你們的愛現在少了 現在是心變黑了沒有愛 還是怎麼樣 我搞不清楚了 2015年12月 蔡英文說 民進黨研究團隊發現 即使在用電需求持續增加之下 台灣未來也不會遇到缺電危機 這是在投票前一個月 他所說的話 2017年2月份 就是去年年初 蔡英文還在說 面對缺水缺電 政府已經準備好了 哇 這講得真的很鼓舞士氣 去年8月份 林全開始轉口了 他說 重啟核二 二號機是電力供應的最後手段 當時還被民進黨很多的立委在痛罵 被環保人士痛罵 您9月份上台了 你在去年11月份 四個月以前說 不考慮重啟核電 再轉核能電廠是最後的手段 我的天啊 重啟跟再轉 又是你們用的發明的名詞 那院長我讓你看一看 這個是當時啊 你以前反核的時候啊 你那時候當台能市的市長 絕對不要這個不要核廢料 要乾淨的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結果呢 當了院長以後 你開始當家做主 知道採米油鹽醬醋茶啊 不是那麼便宜了 這時候 你說 不是反核 只是重啟核二號 變得很快了 這個我把你列出你的大事記啊 賴院長打臉賴市長 前面兩個啊 你看你講的話 那時候你當市長 講得多麼硬 政府沒有必要去冒險 核能發電 微風險太大 到了你上任沒多久啊 真的上任沒多久 尤其是去年發生了815大斷電以後 你看你的馬上就改了 我真的覺得 一個政治人物啊 要被人家檢驗就是 你過去做的事 過去講的話 都要會被檢驗的啊 院長我來請教啊 你心目中被 理想的備用電力是多少 以前 馬英九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這個備載是10%以上 被民進黨說太多了 都常電在騙人 現在你說 這是你說的話 今年的目標是10% 明年的目標是15% 我就不知道 當時你們批評馬英九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會講出這樣子的話來 民進黨要不要給我們一個說法 是 會議員跟你說明 剛剛你指的那些 我曾經講過的話 其實 那個是針對不同的標的在講話 好比說 這個 非核家園的目標 這個是絕對沒有改變的 第二個呢 我們是考慮到北部 區域供電平衡的問題 我想你也知道 目前北部的用電 大概整個發電量的40% 可是本身北部的發電 才佔34% 有6%是從中南部過來的 那未來如果 如果卸核電廠 跟核能發電廠除役的話 北部的缺電 會是個很嚴肅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會限制 北部的後續的發展 我們不得不 我讓你講了 在你我以前 同時當立委的時候 我對你 平常講我認為你不會講謊話 對不會 我現在也沒有講你講謊話 但是你在講取巧的話 講的話就是要負責任 不要講 我是針對這個 所以我針對這個講 話不是這樣子講 因為最後給人的image 你們就是反核 國民黨說 這個電報告是多的 是錯的 是騙人 真的按照你們的邏輯啊 重啟核電廠 重啟燃煤電廠的邏輯 那這你們當初講說 馬英九的穩健和 那真的你當初 你們把這講得實惡不赦 我真覺得 你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核 這個不管是核能啊 或者燃煤啊 這個是誰 是誰在做決的 還是蔡英文在做決定 這個是本身 蔡英文總統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本身就要提出能源政策 那後續呢 行政院相關部會 會共同來執行 那當然也有修訂的地方 我請問你 如果你今年 你還是院長 如果發生比815大斷電的次數還 再多幾次 你會不會重啟 或者是你們要重啟核一 一號機二號機 不會 不會 你保證 保證 好 OK 我們留下歷史記錄 是那當然 那當然 那個再跟會員報告 我請教一下 核二呢 核三也會留起除意 最後我要請教一下 4月1號電費調整3個Percent 你認為我 你認為我 對 等到你 製作單位 相關 除了 除了 無論 要 沒人 走 道具 還是 多負責 不要 一 趴 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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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此欢迎所有访问团的成员 接着我们继续请马文君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麻烦请赖院长 请赖院长 请赖院长 看看我們民進黨執政在國內也好 對外也好 我們的一些經濟的政策 尤其是掌握我們先來看看 尤其掌握我們經濟動脈的能源政策 民進黨定下2025年全面廢核這樣子的能源政策 到時候2025年我們核電佔比是0 然後天然氣50% 燃煤30%再生能源20%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先從幾個面向來看好了 就是我們在整個備轉容量率 因為大家很擔心的就是我們缺電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在用很急迫的一個腳步 一直在推動不管綠能也好 包括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的燃煤天然氣 我們的備轉容量率我們先看看 103年到104年 因為105年剛好是卡在兩個執政之間 所以我們就看103跟104還有106 103跟104是馬英九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備轉容量率供電警戒 一年才占9天跟33天 可是在106年我們的供電警戒 一年甚至高達104天 這是非常高的比例 每三天大家就會有一次的危機 所以到2025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必將缺電 這不是我們講的 台電的資料來源看到的 就是在我們2025年的時候 電力缺口 我們如果寄望於再生能源 它所代表的可能我們要面臨很大的電力缺口 像2001年到2007年如果是正常的經濟成長率 平均一年增加108萬千瓦的用電量 到2025年夏季尖峰用電的缺口 將達到450萬千瓦 如果以2013年到2016年代表不景氣的時候 又或者我們自己認為是因為節電友方 它的用電成長率平均一年增加67萬千瓦的用電量 那2025年夏季尖峰用電的缺口 也會達到將近80萬千瓦的這個電力缺口 所以就這幾個部分 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尤其我們是定下2025年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2025年這個部分已經讓所有的 不管是我們的台電也好 相關的單位也好 或者包括很多 因為台電的董事長講得非常好 他說我們現在是八國聯軍 我們的能源政策是八國聯軍來投資 八國聯軍如果在歷史上的記載 老實說是不好的 甚至我們有大額的賠償 然後有39年對外國的朝貢 如果以這樣子的理念來看 2025年其實我們是被掐住脖子 包括德國包括法國 這些在德國大電網底下的會員成員 其實他們都適時的修正他們的能源政策 日本也是日本在一億以後 其實廢核的主張也是非常 升量也非常的大 他們也大量的使用天然氣 不過為什麼用了五年以後 逐漸都把它太除掉 然後又恢復了核電 這個原因我想其實相關單位 包括院長都非常清楚 因為天然氣等於在燒錢 我們能不能負擔 能不能負荷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被掐住脖子的時候 法國也調整了它的實現 結果我們一直硬要在2025年 用很照進的能源政策來推動 犧牲了很多不管空氣污染 還有包括我們的生態環境 還有大把大把的銀子一直往外灑 大家如果說反正你2025年一定要做好 我這樣的條件看你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我不做或者我放反 所以其實我們定2025年對我們自己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殺傷力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它可能結果也不會如我們預期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太陽能的發電 因為太陽能發電我們定調是20G瓦 土地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大 以台灣地下人稠這樣子的環境來說 它不但威脅生態 而且它需要非常廣大的 實設的面積 太陽能20G瓦可能就要大於整個台北市的面積 目前盤點全國各種可能設置太陽能的土地 大概只有80平方公里 其中還有佔30%是水域的空間 即使我們有上兆元的閒錢來裝置這些太陽能 可是我們的土地呢 另外財政負擔要非常非常的大 現在估計大概一兆兩千億 而且還不包含補貼的費用 每度補助3塊錢的話 20年大概要一兆五千億 總共高達兩兆七千億這樣的缺口 太陽光電目前推動兩年的計畫到現在為止 短期目標都還做不到 我們更何況你在2025年你要怎麼達到 那我們要怎麼樣彌補這樣的電力缺口 所以它對於財政負擔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也是一個缺口 這個部分是太陽能的部分 另外就是因為太陽能我們之前 可能也跟院長提到過在上一個會期 太陽能它所造成後續的污染跟影響 還有它的發電的一些效益 其實都不符合我們台灣目前的一個狀況 太陽光電耗費的資源其實也非常高 那現在我們也看一下風力發電好了 風力發電台灣真的是很適合嗎 台電說我們是有非常好的風場 可是除了風場以外呢 我們施設我們離岸的風電有沒有其他的風險 這個等於是靠天吃飯啦 光是在陸地上面的我們現在都已經是最高價的布景了 就是我們拍照的背景已經是非常高昂的一個支出 那如果是離岸風電我們最近來看看 如果離岸風電每度成本是六塊錢 我們剛剛台電剛剛發包出去一個嘛對不對 日曆得標 日曆得標 日曆有做過其他的時機嗎 太陽能鋪在陸地上的它都需要時機 為什麼我們讓第一場示範場 沒有做更審慎的評估 讓更有績效或者更有經驗的一些國外的大廠也好 或者我們一直想要 國外大廠其實都在觀望 大家也不太敢 我們除了風場好以外 可是我們未來的維修成本也非常非常高 以日曆來說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院長 您知不知道日曆有沒有時機 做過離岸風電的 我跟委員這個報告一下 日曆它就是透過它過去的刑事認證 刑事認證在國際上的刑事認證 不就可以嗎 因為我們離岸風力在全世界能夠做得非常少 而且歐洲很多國家他們能夠做的 其實他們的每度電都2.5塊以下 可是我們每度電負擔的成本高達6塊 而且日曆還沒有任何的時機喔 它只是有路上的一些經驗 路上跟海上會一樣嗎 你在路上走的車跟海上走的船會是一樣的東西嗎 再加上日曆本身在日本只有它裝的時機 它裝什麼 它在那個離岸風電在日本是 離岸風電日曆在日本的時機是什麼 我來說明一下好了啦 它目前只有跟福島 只有在福島的離岸跟大學還有幾家企業做聯盟 造了兩座目前還在測試的階段還沒有商轉喔 可是我們這個示範廠花了250億做了22隻 等於一隻平均造價12億是當作白老鼠 因為它根本還沒有商轉 它根本沒有任何的時機那不算時機還在測試階段 我們跟美國買武器的時候都知道要買它用過的 都知道其實有很多其實可能都是要比較成熟的 可是我們這一次在我們離岸風電我們的能源政策非常重視的這個政策底下 我們很倉促的選擇一個沒有時機的一家廠商 日曆在各方面他們有很多在他們的專業技術上面 事實上是不錯的 可是就這個部分事實上台灣就是成為白老鼠 所以如果在未來我們總共還有十幾場 加起來我們要花了好幾千億的預算上兆 一兆三千億出估啦一兆三千億這些還只是建置成本喔 它還不算維修喔 以台灣的周邊這些每年我們有這麼多的颱風 它所造成的損害跟影響 我們未來所以我說剛剛講得真好八國聯軍 我們被掐住了不但二十年 我們的電費負擔非常高昂以外 我們每年還要負擔很多的維修成本 這不是操控是什麼 這個馬委員我跟你報告 其實這個董購費力意思就是說 它有發電我們才需要供應 另外十幾個國家來也不算是說我們被掐住脖子 因為有合約嘛 所為的合約今天 我們有合約嘛 今天我剛剛算喔 我們也有合約保障我們的權益 我們不算電價喔 電價台電還很高興說那是我們賣的 可是我剛剛講的是建置的成本而已喔 你光是建設喔 你一場一個示範場 我們未來有實機場 這個示範場就花了250億 而且是沒有實機的 還不包含維修的費用喔 過去在路上 帶資金來自己來建設 不是政府要那個 我們是給他 那是一樣 你把它換算成本就是這樣 你這一次 你這一次的招標就是250億 如果照馬委員所講的 他沒有辦法發出實際的電 那當然台灣就不必給他經費嘛 他必須要去承擔自己的損失啊 那我們何必做這樣的白老鼠呢 喔沒有 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檢視 第一他沒有任何的時機 如果他今天在福島的這個成功了 我覺得你可以去試著做看看 可是我們今天 租金也是我們自己的啊 你都說我們不用付錢 他如果做好以後很快的損壞 損壞以後他要的成本 都轉嫁在我們身上 全民要買單 他自己要維修啊 這是最重要 他維修以後他會轉嫁 他會賠錢嗎 你認為他會賠錢 他如果沒有花電 那是表面上 那是看最終啊 今天那些成本會算在哪裡 應該很簡單吧 就跟太陽能一樣嘛 你太陽能 他廠商建置以後 太陽能如果沒有發電 我們也不會給他 你就是跟他買 你就是要高價買 這個都是可以換算的 所以我們那麼好幾千億 今天為什麼其他國家 比較成熟的 他沒有來 他應該有他的考量 所以這個我們提出來 太陽能的部分 也是廠商自己帶錢來自己來蓋 蓋了有發電 那個大家都很清楚 都知道他的算法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他可能發生的問題 既然我們的這些能源政策 綠能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我們就要知道 他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 如果他達不到呢 你說他如果不能發電 那我們就不用付錢 那不用付錢呢 我們的電力缺口呢 你現在把核電廢掉啦 你以後不是靠他 要補足百分之多少的佔比 你至少這些如果不能發電 你不是白老鼠嗎 這個跟馬委員說明 因為我們本來預計是三個GIGA 現在大概可以設置到 6.5個GIGAW 那還是第一場而已啦 所以這個應該 風力發電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先提醒院長跟 這個大餅 我相信其實很多人想來 你剛剛有幾點誤解 我來跟你報告一下 沒關係院長 我只是提醒啦 因為時間不夠 這個部分 是不是誤解 我想你們會比我更清楚 那在這裡 我們更希望的是 其實還有兩隻大象在打架 我們不要成為被犧牲的對象 川普總統他所提的這些貿易保護政策 看起來好像是針對劍指中國大陸 可是事實上衝擊很大的都是台灣 川普總統每出一拳 都重重的擊中我們台灣 不管是貿易保護政策也好 不管是包括台旅法 包括軍艦要來靠港 包括未來可能駐軍在我們台灣 這些 好 謝謝 謝謝 好 接著請廖國動委員質詢 好 副院長好 有請院長跟部長 請那院長 省部長 請那院長 省部長 廖委 你好 叶长好 我想今天虽然我们谈的是经济 事实上就跟我们昨天在委员会一样 今天谈的是环平跟经济 孰先孰后 它的进合到底要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 我想今天的题目应该都集中在这里 我最近有机会到台中去 走这个山高的时候发现 整个彰化地区的天空都雾蒙蒙的 过去不曾见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不晓得院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体验那个雾蒙蒙的天空的时候 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所以我今天要请教院长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2025年再生能源占比要占到总电力的20% 那个是以2005为基准的话 台湾2020年到底要减碳多少 这是我今天要跟你谈的 环保署原来订定的目标是2% 那么30年的时候20 50年的时候是50了 但是最近国际的一些评比 我们看到台湾在总体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不仅是创了10年的新高 而且温室气体排放的表现得到 very low的一个评论 所以我们现在一边喊减碳 那么一边又喊 这个又要规划燃煤电厂 难怪环保会去批你们嘛 现在有点错乱 我们又要减碳 然后又要升澳发电厂 又要让它继续发电 我不晓得院长有没有简单的回复 感谢廖委员 因为非核家园不仅仅是民进党的政策 也已经是国家的政策 因为立法院已经删除通过电业法 核一核二核三都要如期除益 在这种状况之下 为了要稳固北部的发展 我们北部的供电一定要稳定 目前北部的用电 占全台湾供电的40% 可是北部本身的供电 才只有34% 店长那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了 我只是要 但是因为你做一个行政的领导 国动是这样 廖委员很好 我是说我们大家就事论事 就是说因为非核家园已经国家政策了 那第二个 为了北部的稳定供电 深澳电厂一定要建制 但是天然气 你已经不管这个排碳不排碳了嘛 就一定要做这个深澳电厂 天然气因为在当地是没有办法 客观的条件不允许 所以只有燃煤发电 我们能够做了就是用超超临界 同时用干净煤 以及用先进的排污设备 将它的排放量接近天然气 减碳的目标就不可能达到 减碳的目标不可能达到 其实廖委员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啦 这个火力发电厂的碳排放污染量大概占3%到4%左右嘛 日前上一次你跟我质询的时候你也特别点出这一点啊 百分之三十几是移动污染源汽车嘛 市长我给你一些国际的一个状况 老师请指教 我们又要非核家园 然后又说不会缺电 老百姓不相信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减碳目标 日本的减碳目标啊 因为我特别举日本跟英国跟韩国 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电网的国家 包括台湾 你没有办法跟别的国家来连电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一个电力来源的一个政策 刚解到日本的减碳目标 他们在2030年的减碳目标是要下降百分之二十六 那台湾呢是二十 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楚 而且在福岛事件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安倍首相啊 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 就是核电重启 那么日本在2020定的是减碳目标是3.8% 台湾是二院长 你不会觉得太低了吗 跟隔壁的国家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而且它的电力的需求啊 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经济优先 廖委员 环平也非常的重要 廖委员因为日本是重新选择核电 在台湾电业法没有修订的状况之下 核电已经不是台湾能源的选项了 你是院长 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我们的电业法也是执政党提的啊 你们明知 这个飞和家园在那边也明知排碳必须要减 结果你们还是搞这个电业法嘛 虽然说是立法院三毒痛苦 但是是执政党要负责任啊 我跟廖委员刚刚报告的就是说 我们要从固定污染源和比工厂的排放 又或者是移动污染源车辆的排放 这些我们去加强 我们会尽力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韩国好不好 韩国 韩国在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目的要下降到37% 这个比日本更高 比日本更高 而且南韩的总统云战营 在日前这个也特别提到了 他要在每年的 为了达到这个37% 每年在空污的高峰 也是3月到6月的时候 要关闭8座的燃煤基础 这个是占了他们总装置量的10% 院长 台湾呢 他是不是要达到至少20 搞不好源言不及 其实台湾的努力 其实也值得肯定 其实除了说我们燃煤电厂 新的燃煤电厂是用超超临界以外 好比说我们举台中火力发电厂来讲 一号机跟二号机 我们就加上空污设备 然后用装置的煤仓 盖个煤仓减少污染 另外呢 未来呢 我们也希望 这个改变为天然气的发电 其实这个都有 这个都有 在经济委员会部长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了解 我意思是说 我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结果会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英国 院长 英国为了达到减碳的目标也是下重手 他们的2030的目标是26到28 那么英国政府为了要减碳 也是决定要关闭燃煤电厂 而且要求在2025的10月之前 全面关闭 院长 台湾呢 台湾有没有这个决心说 我们要做 尤其 我刚刚特别提到 我说执政党要负责任 你看看这个张顺贵律师的时候 现在变成张顺贵署长了 张顺贵 当律师的时候 高举环平 高举减碳的旗帜 你看他的标语是什么 除埋减碳 逐年淘汰染煤电厂 结果在关键的时刻 深奥的关键时刻 他却同意 大家的价值观都混乱了 六言 其实台湾目前所执行的策略 跟英国或是你所指称的韩国 其实是大同小异 怎么样讲呢 就是说我们新建的 燃煤电厂一定是最先进的 那旧的燃煤电厂机组 我们也给他除意 我们给他除意 然后改为天然气 包括这个兴达火力发电厂 或是大林电厂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在做 那詹顺贵副署长我想当时指称的 大家民众印象的 就是传统的燃煤火力发电厂 跟现在深奥这个电厂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设备 就算你改了装置 所谓的先进的装置 排碳必然还是存在 排放的这些气味还是存在 廖委跟你报告 天然气也会排放 但是染煤是非常清楚 已经很接近了 我说超超灵界 我再跟廖委员报告一遍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 就是煤炭的选取 然后制程就是超超灵界 之后还有一套最先进的 储物设备 三合一加起来 它的排放量 已经接近天然气发电厂 那个是理想的状况 而且我们超超灵界 在台湾也还没有 也还没有这个场 廖委员我们大家都是医生 比较有话讲 我邀请你去 灵口发电厂 或是大灵灵口发电厂 去看过啦 灵口我去看过啦 我们一起去 我陪你一起去 好吗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先进的燃煤火力发电厂 跟传统其实差很多 我知道 灵口确实是很先进 这个我知道 大灵也很好 民众还是认为 他还是会排出很多的 所以我们要跟民众说明 我们要跟民众说明 那个因为时间不多 院长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认为 我一直认为 有一天你会当总统 那么现在呢 是蔡英文当总统 她所做的决策 恐怕你后面 要承接得非常辛苦 我们看这个图 2025年的检探目标 如果没有达到 然后又缺电 谁要负责 你看看 到时候老百姓是 哭诉无门 蔡英文总统 她已经卸任了 她哈哈大笑 苦在你的脸孔里面 你到时候会承担 难以承受 这个民众的指责 我当行政院长 我所做的决定 当然是由我负责 你负责 当然我做的决定 当然是我负责 2025年那个时候 已经是 2078年以后的事 但是如果是 可规则于 现在我所做的决定 那当然是我负责 对你不好 应该是这个样 没有错 这个未来的发展 这个就是政治 这个就是责任政治 这个就是责任政治 我现在所想的就是说 怎么样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包括人员转型 既达到飞河家园 然后又稳定供电 同时也能够减少污染 就是目前我能够所想的 你这个理念是对的 但是你看到 现在全世界的趋势 不再讲飞河 不再想 完全不再发动 这个核能电厂 已经不是这样的趋势 大家都回来 要享受更先进 你说染没先进 核能不先进吗 其实也非常的先进 我跟廖元报告 像纽西兰像荷兰 他们一直往再生人员方向走 他们也没有去接受 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条件 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院长 因为我这个话 没有办法讲那么多 我现在最后的三分钟 假以食日 假以食日 事在人为 当然是希望 假以食日 就是更好的一个环境出现 更好的经济发展 但是当两厢冲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多的智慧 我们要均衡 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我最后一点要跟你谈的是 再生能源 在电业法之后 我们再生能源 最近听说也要做一些修正 让更多的目前再生能源的项目 能够同时发电 你才能够去弥补核电的不足 那最近我看到的经济部发了有关地热发电的相关鼓励办法 跟这个烫勘的补助 其实地热院长 地热是基载的电力之一 对应该是 像我们现在的火力发电 这个核能发电 这个都是基载 你太阳能 你这个 时间的限制 其他的 看天空吃饭 天后不对 日子不对 就没有电 那是非常不安定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环境 那既然地热 在台湾其实已经发展了很久 不晓得院长知不知晓 我非常支持 包括台东 台东有很好的条件 宜兰也有很好的条件 各国 全球各国致力在发展地热的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看台湾 为什么会一直落后 不是没有技术 我们技术有 人才也有 经费也有 但是没有把地热好好的充分应用 我们空有条件 就没有让它发挥 你看 这个最多的 当然是美国了 美国 菲律宾 印尼 墨西哥 纽西兰 意大利等等 都很好 台湾 连肯亚都赢我们 肯亚那个落后的国家 它也是地广 资源丰富 他们都发展的 有一定的能量 台湾空有地热 却没有好好的发挥 知道吗 是 廖委员是这样 过去真的没有做能源转型 太过于着重 核能发电跟火力发电 那我们民进党政府 包括台湾社会 现在也都认为 应该要朝再生能源方面去发展 我们也支持再生能源 那现在就是要不要做 怎么做而已 最后一个我要问你的是 现在发展再生能源条例 有很多的条件 不管是地热也好 太阳能也好 都在原住民主地区 你知道吗 那现在我们碰到一个困难 原住民主地区在过去 把这个土地变成全面国有化的 那个时候 很多的土地都被移拨 都给相关的工产机关 比如礼物局啦 这个观光局啊 还有这个退附会 都在他们的手上 当我们今天高喊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必须要回复的时候 我们想发展这个地热 我们举地热来走 我们想发展地热 才发现土地是 是工产机关在管理 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解这个事 是 如果它本身是传统领域 那当然就要适用原居法的规定 保障原住民的权益 不只是这样啦院长 那个是一个消极的作为 不因为说 我们要的是 我们有一些主权 有主动权 来做开发与否 不是只是智商同意 这是缓不济集啦 有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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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鹏委员之咨询已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接着请王惠美委员咨询 有请院长 请来院长 王惠美委员你好 来院长 我想请教 这个我们4月1号开始调涨电价 到底会不会对于我们这个物价上涨 继续做成所谓的连锁效果 甚至可能引起所谓的通膨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可以请你回答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机处 还是用非常美化的部分 他把电价刻意在CPI的全数 从2.2降到1.27 那我在想是不是借着这个数字游戏 来让CPI的这个年增率降到0.08以下 是感谢王委员的关心 这一波电价的调整 这个电价神议委员会有做了一个处理 那根据主机总署的预估 对物价的调涨影响度 大概是0.8% 那全年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大概也是一点多 维持一点多左右 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在这边争论 因为最近政府做了非常多的一些 评估 最后结果都跟我们民间完全不太一样 好 我再来我们来看看现在 最近从2016 2017到2018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一个物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况 来 你看包括面包鲜奶 鸡肉 这个我们民生用品 所有的从106年到102 2016年到2018年 再再都告诉我们 我们是处于上涨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民众的 一般的百姓 他说我就是薪水不涨 可是我什么都涨 这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这个官方的数字 它是没有温度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真正能够让民众 有实在的一个感受 那才是最直接的 那我们怎么样做 才能够避免继续扩大 有没有什么想法 是 王委员 去年薪水 台湾的薪水 没有每一个人都涨 不过多数的民众 他的薪水是有调涨 特别感谢王委员 对军公教加薪的支持 后续也带动了 因为军公教有几十万的人口 就已经加薪了 那是政府带动 可是问题是 落在我们一般民众 并没有那种感受 后续的私人企业 其实根据统计 其实调查也有 大概五成以上 没关系我们不用去争论这个问题 院长 你也看过父母观 我想过去你可能勤走基层 你听得到基层民众的声音 现在因为你这个日积外 那个业务非常的多 所以说相对的 你跟基层接触的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多广听一下民意代表的一些建议 好不好 是 当然 您关心的这些物价 其实包括我们公民会 或是行政院的消保处 还有相关的单位 要再讲到公民会了 再讲到公民会又被人家笑死了 人家大陆的大妈是在抢购黄金 我们台湾的大妈是在抢购卫生纸 再讲出去就被人家笑话了 好不好 来我们接着再看我要用的第二个 我希望第一个你们物价的部分 希望能够去做相关的稳定 我们政府既然有萝卜也有棒子 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物价控管的东西 包括我们很多的农产品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既然有棒子有萝卜 我们政府部门该用就要去用 好不好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要来问的 第二个问题 要跟你来探讨 我们不要用爱发电 用非发电 现在的状况 我们升到电厂用干净的煤 那我这边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院长你能告诉我哪一个是干净的煤吗 哪一个是干净的煤 你这个煤是从哪里拿过来的 你这个煤是从哪里拿过来的 我当然是去从相关的单位去拿出来的 因为煤有很多种 有和煤 泥煤 我说和煤 泥煤 让你猜二分之一 你跟我讲这两种煤的名字是什么 就是煤 就是你讲的 哪一个是你干净的煤 因为煤有六种 哪一个是你干净的煤 没关系 这个要去检验 我们所讲的干净的煤是说 那才是干净的煤 所以你也承认有干净的煤 所以真的存在 今天要跟你争论的不是干净的煤是什么字 要讲的是毕竟它还是所谓的煤 烧出来还是有所谓的PM2.5 所以我们用超超连接跟储物设备 来降低它的排放 一部分我们来谈 为什么这一次你讲的这个我们用干净的煤 可是人家外界就批这个叫做干化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容忍这一些污染了 在中部地区说真的 我们平均你们所用的台电的说法 可以降低一成的一个所谓的排放量而已 一成而已喔 你的超超超超灵界的是只有降低一成的煤的排放量喔 可是呢 我们现在 使用量 那煤的一个排放就是PM2.5的一个容量就对了啦 我们现在在中火有十座对不对 第一个为什么包括你们最近要在16号在台中熔井 我们用了一个扩建的燃气 大家都还很反对 你知道原因吗 请指教王委员请指教 因为你们当场的副总啊 对这十座旧的雅铃界的这个机主啊 什么时候除役说不清楚 其实他有其成欸 有其成 对 好你说有其成 我们在你台电的网站106-1170的大型火力核能机主除役 及新增的情形里面 我们只看到你有四座的燃油 但是呢在113-114擴建两座的燃气 但是我们在117年之前看不到任何一个燃煤机主的一个厨艺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遗憾 也就是说这十座这些燃煤的机主继续 再加上你还要再增加两座的燃气 不断的荼毒我们中部人民的一个健康 那你是把我们中部的人民当做什么 这个王委员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十座发电的机主 我们会陆续 去增加房屋的设备 我再把一个新的资料带给你 再评估看看将心比心 我一直认为说执政的人就是将心比心 这个燃煤机主从120年才要开始除役 直到130年完成 也就是说113年到120年之中 我们要忍受原本的十个燃煤的机主 还要再加上你们要新建的两座燃气的机主 这样的污染你觉得中部的人民真的能够忍受 这部分我请舍部长跟你报告好吗 这个我跟王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部分我们也考虑到整个系统电力的调度 我们会把它转化成紧急的发电机主 如果说这两部的燃气机主上来以后 我们其他的机主我们会来把它调整为这个紧急发电机主 问题是现在的民众看到你们的书面的资料就是这样啊 然后你知道现在真的我们的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真的是对于肺癌的这个比率真的是加了非常的多 那我这要替中部的人民来请命一下就是说 除了你给予我们的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做过这个低剂量的一个这个检查 28000多个案例里面确定开刀的肺癌的有263名喔 男性153有80个是抽烟女性是110个只有30个人抽烟喔 所以呢肺癌的病人中有95.8%又是肺腺癌但是肺癌跟抽烟确实是肺腺癌跟抽烟是无关的 我自己的选区里面有个立法委员有个县议员都是因为肺腺癌而过失的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可能喔 那我这样要为我们当地的民众喔来请命 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讲张话这边污染特别多 我们全国有72座的监测 总共呢其中有两座都是在200多天而且这两座平均都还不断的一直在上涨 一个是我们一个是屏东的恒春一个是彰化的20 我们呢平均从平均有问题的天数237天到现在是252天 是不断的一个攀升 那我们再来看看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医疗的相关的报告里面 например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讲到的这些问题喔 所以我现在要来请命一下喔 这个肺癌的比率彰化是比一般 百万十万人口中又多了 Italian 1个人 而越靠近中国的地方癌症的比率又是最高的 这个都是已经做出研究有数据可以讲的 所以我们要讲说实际上这个火力发电厂 真的是慢慢在谋杀我们中部人民的一个健康 那院长你在2005年的时候 你知道还记得你曾经讲过什么话吗 我提醒你啊 当时你是民进党立法院的干事长 你当时呢说台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世界排放的第二十二名 占总排放量的百分之一 要优先从减少排碳着手 现在呢院长 赖委员是不是会认同赖院长火力全该的这个做法 请回答 是 感谢王委员 你刚提到那个肺腺癌 我先跟你报告这一部分 那一般啦 一般肺腺癌跟抽烟比较没有关系 那这个 比较有关系还没关系 比较没有关系 没有错 我刚刚讲的也对嘛 对对对 那过去的统计啦 公共卫生的统计是 女性会比较多 当时还有公共卫生的资料说 是跟厨房的油烟也有关系 那现在因为 现在又不一样了喔 因为很多的太太妇女根本就没有下厨喔 我知道 还是得到肺腺癌喔 因为我看到 你刚刚那个统计资料里面 男性也增多了嘛 所以可能PM2.5是其中可能是一个原因啦 没有错啦 但是这个需要科学的验证 这部分呢我会请卫无部 我现在要问你的重点是在你2005年当干市长讲的话 跟你现在院长讲的话 你现在用火力全干 跟你当时当民意代表的这个理念 到底有没有不吻合啦 你要讲一下你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啊 是不是换了位置又换了脑子 还是你有不得不的一个做法啊 理念是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 理念是一样你又要盖深奥电厂 怎么会是一样呢 我们那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还有很多来源嘛 包括固定污染源 包括工厂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油烟 M2.5对台湾人民的健康影响越来越重 这句话你能认同吗 请再说一遍 M2.5对台湾民众的健康影响越来越严重 这句话你认同吗 我跟王委员报告 就是说行政院 特别是环保署 已经订定了一个鸿害减量的目标 未来四年要减50% 这句话你认不认同 主席 拜托我们院长 那个其实PM2.5 我要问你说你当干事长 跟你现在当院长的这个理念 到底有没有 你说你没有不一样嘛 对不对 理念是一样的 一样 做法不一样 以前你会要求行政部门 不可以再盖蓝莓 现在你当院长 继续给他盖蓝莓 我当初当干事长的时候 我是针对政府 要针对所有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要有有效的措施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 能够让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吗 我刚刚已经有跟你报告了 就是说鸿害的减量 未来四年会减50% 这是一个相当有气途心的作为 那行政院也把空污法 送到立马月来审议 还有行动方案 我们还有行动方案 还有行动方案 我们有信心 没关系在你的这个鸿害还没有减之前 我再来拜托你 可不可以这样 因为游新光医院的高主任他曾经说 肺癌如果能够用这个低剂量的扫描 他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因为等到我们一般对于肺部的检查 就是用所谓的S光 S光一般发现到有状况 在去复检的状况之下 通常都是第三期货已经是癌末了 通常发现到又是肺腺癌 都是三个月到一年的一个寿命期而已 我现在可不可以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像日本一样 日本很多年就引进了这种 所谓的低剂量的扫描 能不能请我们的经济部 跟我们的台电 研议补助这些 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扫描的一个费用 给予我们这些 饱受中火危害的乡亲的 最基本的这个保障 可不可以 这个王阿远 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 的确是对早期 肺肿瘤的发现有效的方法 这是没有错 这是有科学验证 那你刚刚讲了说 是不是卫福部 或是经济部相关的部会 有计划的来推动这个检查 这个我让他们研究 因为这个 我为我们这些受中火影响的人 请命说真的 这个很严重 如果当你的亲人 都没有什么不良习惯 然后突然告诉他 你就得肺腺癌了 然后就是三个月的寿命 到一年的寿命 你能接受吗 可是我们是有办法早期 预防早期治疗的 CM2.5不是只有火力发电 我们后面会再讲 火力发电才占百分之三到四而已 其中九十几%都是其他的污染源来的 我们必须要让民众知道这一点 那这样才有办法大家一起来减排 所以可不可以请院长 折成我们的经济部 卫福部以及我们的这个台电一起演绎看看 我们可以让他们研究 因为这个监会会相当庞大 你们最近已经在做示范 但是我们这个台中跟彰化 重灾区 既然我们彰化是没有在你们的示范起的 彰化是 目前没有 卫福部现在有在针对这个 在做所谓的这个研绎的一个方案 可是竟然没有包括到重中之重的彰化 可以吗 这个我让他们去研究 好 再来 你刚刚讲的没错 不是只有中火 还有一个叫做移动污染源 对不对 好 那移动污染源的话 我们这个全台啊 目前为止96%是公路运输能源的一个消费嘛 那小客车大概占了51%左右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呢 这个捷径的大众运输是最重要的 能够避免的一个部分嘛 不需要每个人都开车 去做了很多的空气污染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全我们再来看看哦 我们台湾现在哦 这个 目前啊 我们电力运输的部门只占了2.4% 那其他的汽油大概有三分之二 柴油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在电力的这个区块 还是不是很足的 那有的人在质疑 就是说火力发电影会产生污染 使用电力运输会造成 使用的这个相关的增加电力 可是大家也不要忽略掉 备用容量的话 那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晚上 让这些电动车能够去充电的话 就可以避免到这些所谓的电力的一个浪费 是没错 是没错嘛 另外我们也考虑用再生能源 让汽车可以充电 好我们再来看目前全台湾哦 总共这个电力大巴士大概有260辆 其中台中73桃园56高雄42新竹29花莲46 那大概都是在直辖市 还有目前有13个县市他们有电动公车 那我刚刚提到的 204个观测站 里面数据比较严重的地区哦 中部污染也是很严重 那我想要问院长 你知道彰化有几台电动车吗 你这边的资料是零吗 其实可以让 就是一辆都没有啊 其实可以让公车 县政府没有作为中央也漠视啊 这个应该是地方的公司吧 你们彰化的客运应该是私人的 我们交通部是有相关的一些 一些播谱的一些配套措施哦 地方的客运是公营的吗 应该是私人的吧 如果私人的它跟县政府比较没关系啦 但是你可以鼓励他们来交通部申请 我们交通部一年有五亿耶 我们可以补助啊 他要来申请啊 可是呢问题是 你看这些业者哦 他宁愿300到400万 他用一般的巴士 还可以补助到200万哦 可是呢如果说我用电动的话 一台要高达900耶 补助一半我要出450 你看他会有这个动力吗 已经比较便宜了 我跟你讲院长 我们要救世论世 是 我们除了中火很 也还有三分之一的问题 是在于这些所谓的移动式的污染 还是要去解决 当然直辖是钱多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些县市 特别是彰化 是污染源非常大的一个区块 拜托 辅导我们彰化线 尽数去做这些相关的电动车的一个更换 我们的财力没像台中那么好 台中他的一年的这个 税路税出大概有1300多 三四百亿 彰化值有大概400亿而已 我们没那个财力 所以是不是中央也不能漠视 对于彰化是不是可以给一个专案的一个补助可以吗 他可以来申请 那就是县市政府不来申请就对了 那不是跟县市政府没有关系 那是跟汽车客运公司 他可以来申请 我再来要讲的就是说 不只是空污我们还有别的一些污染 这个我要讲一个问题 太阳能真的构虑吗 还是它是包装着糖衣的一个毒药 我想太阳能它一个很重要的原料就是锡 那这个锡我们也知道 它整个的演变过程到最后也是一个非常的剧毒 这个变成剧毒的一个氯化氢 那这东西如果乱倾倒的话 是氯化锡乱倾倒在土地上 它会变成树木跟草都无法伸展的一个非常毒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呢 发现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结晶系现在我们这个政府部门竟然鼓励 做这种相关的一个投资 我们国发基金在做投资 难道都没有去做相关的一个评估吗 我最近有民众跟我曾经 我去调了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料 我们的这个处理 这个结晶系的工厂 既然是我们政府投资的 而且是设在我们线西这边 那而且又是 这个公司我如果讲它是诈骗集团 应该也不为过 这个公司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这个过程 它在2010年成立 2011年跟工业区用租的 也不用投资太大的成本 2011年跟我们终顶工程 签了一个工厂的一个这个合约 再来我们再看看2011年 它的子公司包下来 然后呢它的工程期是到101年的8月31号 1040年我们国发基金投资了7亿 这个剧毒的东西我们投资了 我们过去呢说这个 我们要在我们那个二林地区的这个石化 我们说是剧毒所以不能处理 当时人家也有保证 那我们说不能处理 这家公司我们国发基金投资了7亿 7亿投资下去也没去追踪 那这个公司呢就闲置了 可能是因为呢 它的这个市场的问题 也可能因为它筹资的问题 那就闲置了5年 突然之间我们在2017年的3月 我们又投资了4.25亿 那到了现在2018年 还继续在盖工厂 而有参加的这家工厂的一个教授啊 他说啊这个这个投资啊 这个绝对是有去无回的 有点上下其手的一个感觉 那因为呢 这个停工5年又复工 而且又有国发基金易路 投资再投资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投资再投资 背后的内幕到底是什么 什么会这样 这个王委员 有没有共犯结构 要不要查一下 王委员其实我们不疑啦 在国会 就很简单的去指控一家 一家公司 我是很合理的哦 因为 从它的整个一个流程哦 一个公司如果它是很有制度的公司 需要5年的一个停工期吗 而且还不断的由国发基金 分前后两次去投资 等于拿了政府10亿多亿的钱 而且呢 土地它不是自己采购 又是跟我们用租的方式 合理的怀疑啊 这个哦 第一个它生产的细菁 其实也让台湾的太阳能产业 更加完整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政府现在 不断的用这个绿能嘛 所以我才说是上下其手嘛 无鬼搬运嘛 我想它公司还在兴建 不宜此刻就如此批评它啦 我让这个陈初伟跟你说 没关系你那个再给我书面 时间的关系好不好 再来我再来要谈的 就是说台湾不只缺电 还缺了非常多的一个人力 那我现在大概就是 简单的让院长你也看过 我们现在的农民平均是62岁 主力农家大概10到11万人 那我们呢现在平均 那个有45岁到64岁有64% 65岁是占23% 44岁以下才有11.8%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你们应该接受到 非常多的这个 呈情啊 就是说 特别是我们中部地区啊 缺工的问题是更是严重 那我不知道说台湾现在 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 要清农回来 那台湾面临这么一大的困境 那我们到底这个人力荒 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 那因为你们过去呢 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计划 包括37团的人力团 那招了800多人 然后呢又做了很多的什么 假日农夫啦 外衣兼劳力啦 农业技术团等等 都不太有什么结果出来 那对于现在我们缺工的问题 我们要回到现实面 台湾人口快速老化 而且少子化的状况 我们怎么样把人才留在农村 这个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那如何来解决这些农家 能够有精致化有机栽培 观光化的转型 那我们政府呢 如何把这些农产品能够外销 你们的策略又是什么 那如何能提高这些高 那个青年人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诱因 什么简单一两分钟好不好 好 谢谢王委员 我在这边就几个重点给你报告 第一个重点大概解决我们农村人力 这个短缺的问题 我们现在极尽所能 因为我们各县市还有一些 这个中高年龄必须要提供就业的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除了你刚提的那些 这些更新团工作团的人力补充以外 我们现在在院长的指示跟要求 我们特别也跟启动跟劳动部 跟我们相关的部会来做 这个政策的研究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 已经进来就读了这些海外的 这个大专青年 我们提供公独的机会 海外的 就是我们南向政策的这些国家吗 几乎是所有进到台湾的这些海外 公款是乔生或者是海外生 都算是我们的对象 不过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 属于比较偏远的地区 比如说偏远的地区 去的人的意愿很不高 那有没有什么取代的方式 我也请你尽速去研究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院长要求 我们跟劳动部在谈 外配的亲属 依亲的 这样的一个短期 这个人力的补充 比较 有没有可能开放 因为原本有一段时间有在研究 有没有可能开放 除了这些我跟你讲 因为我的数字 数字告诉我们 我们长期性的需要到一万多人 那如果说以这个农忙期间 或者怎么样需要到28点多万人次 对 所以我 跟你报告了 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缺在 中章头云 这几个区域 占了百分之五十几没有错 怎么样解决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拉动 这个政策的能量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我的选区里面有一个洛农区 甚至一个月 他请供到四到五万 来了 做没几天就走了 留不住人 全家爸爸妈妈老的小的全部来做 还是不够用 跟王委员报告 我们洛农有洛农的处育方案 包括我们现在的机械的代根 包括我们自动化 这个都有这个相关的配套 你关心的这个洛农 尤其张话有好多的洛农 不只洛农 像方圆地区 二人地区 他们这些的养殖也是一样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拜托你们 神圣的考虑 因为这些地区真的是比较偏远 你要叫这些读书的孩子们 去那边打工也不太可能 三月底就会有一个正式的方案 是不是有没有一套 我们针对偏远的地区 来做特别的一个规范 那你当然在都市都会化的地区 他们读书来打工还OK 但是像我们这个方圆 偏远地区或者山上 你根本上去的机会根本很少 我们所有的处于湾岸 都是跟农业的发展地区有关 最后有一点 我们一起来关心农业 不要让农民变成农保的一个牺牲品 我的选区有一个在和美跟陆港地区 那过去因为农地受 是农地污染的一个重灾区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 他们呢却因为无法耕种 所以被强制这个要退保 那一张会有309公顷 总计有1300多个农民 如果一户有三个人加农保的话 大概有4000个这个农民 他是会被退保的一个潜在的风险 那后来是还好 我开了这个协调会 农委会总算是以公告的污染 控制场所 那个公告之日期 到这个解除 还可以继续参加农保 那这个部分我还是 谢谢你们后来体恤到这些农民 那这些农民的农保 那有被确保 因为确实是不是 他们愿意去让土地污染的 好 那我想要请教院长就是说 农地开放自由买卖之后 到底是拥有农地的人才是农民 还是实际从事农作的人才是农民 谢谢王伟员 我们最近公告的 我们现在都把人地脱钩了 就说拥有农地 他从事耕作当然是农民 但是拥有农地他没有耕作 但是有一些从事耕作用租的 或是口头约的 那个我们都要来给他保障 要给他保障 好谢谢 我就是要等你这句话 现在在二水乡啊 有1800公顷 它是在浊水溪河床上面种地 他也很明确的 过去都有跟我们四河局哦 有这个租约哦 只要有租约就可以了 有租约就可以哦 而且要实际耕作 院长那个主委讲的没错吧 有租约就可以吧 我们最近公告的就是人地脱钩 这农业他有从事农业 这个你们院长你在这边 这个你要跟他们相关单位讲哦 因为呢公务人员又怕事啊 所以他们在98年的时候啊 又公告了说 这个河川用地是工法人啊 这不属于租借啊 所以99年他们就开始没农保了 这个部分麻烦 处理一下将心比心 我一直讲 这些人很辛苦的 真的一辈子在纏缠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农保 这个王委员 谢谢你们的体恤 真的叫功德院长 这个王委员 因为日前行政院的团队到彰化去 彰化县政府也有反映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林主委所刚刚跟你报告的事项 那就是行政院的政策 就是行政院的政策啦 没有问题 那多久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确实进入到农保 就是说具体的事实 我让林主委后续再跟你报告说明 因为时间很短 怕讲话会有落差 理解会有落差 你不敢马上承诺 怕我去做人家就对了 成功不必载我 你功德做好 好 谢谢 报告院会休息十分钟 休息之后继续进行咨询 现在休息 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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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 也是 感谢观看 我们说 他们在 因为 我们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可是在我们 会通过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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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非常非常地 我们在 第二个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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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如何来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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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在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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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在 我们在 我们 那 那 我们在 因为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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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在 包括 我们 那 我们在 那 在 我们在 我们在 是 我们 我 那 这更 我们在 我们 在 在 那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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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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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那 在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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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 在 我们 在 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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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我们 就是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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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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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